大家好,第一次跟大家做Photoshop的声音导航 就讲解一下Photoshop中间的那种奥比 其实都没什么奥比,你去用几个访讯 不要紧,照说吧 现在开始了 这个位置就是大家设计师都很讨厌的一个动作,就是退地 而且这个退地都很仔细的,它本身有些花、头饰物 都是很多不同的角位 但不要紧,照退,也是一次的 退地有很多方法 有些人会用钢笔,有些人会用神仙棒 但是如果太过主体的位置,我也是建议用钢笔 好像现在这个皇冠那样 皇冠位置其实如果不是太过高尺寸 其实都可以接受用神仙棒的 但是就要看下它本身的图对比度 譬如如果你本身的图是浅色的,但是那件物件是深色的 当然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的对比度很低 那你做出来用钢笔会好很多 用神仙棒根本都完全 detect不到 究竟它那个物件究竟是怎样 那说回一张图先 那这个呢,其实最主要是用来 这张图是玩过光影 那个后面那条环状的光 它最主要都是有一个环状的光 和前面的水晶发光 那一开始其实我都预认了后面那个环状会出现的 但是呢,就我发觉后面那个环状就 正式呢,就有点满满地 那我就变了把它转了做一个蓝绿色 一边是红色 那出来有个冷暖色的对比呢 那都会比较好一点的 色温亦都会丰富一点的 接着现在到这个LACE的背 其实开始我没有想着下这个 我只是想着有个主体 跟着水晶 是玩过那个气氛 但我发觉如果没有呢 没有落后面呢,那出来呢 就好像差一点点 那我就试一下,或者加一点下去 因为始终有时候做这些 都不是完全由头到尾 会想好,定了 这样去做的 始终是做出来之后 或者会觉得效果差一点点 那就会加一些东西 或者减一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加上去的 后面那个LACE 但是一加上去呢 出来的效果我又觉得挺好的 因为有时候呢 加上去呢 很多时候会觉得怪怪的 但是就会丢掉了 就不要了 好像现在你看到我这个水晶球 我加上去 我早上我预认了那个位置 会有一个蓝色的发光体 但是那个蓝色发光体是什么呢 我不是完全很肯定 因为我那时候都是 我都知道大概是水晶 但是呢 一个水晶球 或者是一个立体 还是一个浮起 还是一个 是什么形状 好像类似一些神器的一些物件 还是什么呢 那 还没有肯定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我最终那张照片 出来呢 都不是一个圆形的球体 但是起码基本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你那个 结构里面的主光体 一定要存在 就是我自己会是这样去 去定了这一样东西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我就转了 转了一粒 好像水晶石 那样 初头想着 会不会飞起的呢 但是好像拿回手 会比较好一点 那 转回手 我自己就 不要说设定得好死的 有一类 做的Speed Art 就会 设定得很准 是这样 就是这样 其实有好处的 有不好处的 如果它们可以设定得很准 那你就可以 每一次都很预计到自己 出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接着每一个都跟得很足 那我这些就 七成 六成 七成是预定的 其他三四成是浮动的 那样 刚才你见到 我后面那个 環状 有加少少烟霧 那 其实那些我之前都没想到 都是后期 看到好像如果加少少烟出来的效果 好像会好些 就是气氛好像好些 因为我 我现在这个画面 其实 没有什么 一个很突出的一个 物件 其实都是一个光的 那变成我可以加很多气氛的东西 进去 营造一个 比较神秘的感觉 那烟啊 火啊 水啊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我觉得烟会比较适合一点 那我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